当我已经建立好了关联 关联图已经建立好之后呢 我想要去假设我有新的客户的开发 然后呢 他跟我们购买了新的产品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针对这个产品的一个销售 好 我们要去做资料的输入 这个时候呢 我们输入的顺序是这样子的 我们要先输入客户资料或产品资料 最后才能输入出货统计 绝对不可以颠倒过来哦 所以我们先把客户资料表新增 如何新增资料表呢 在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点这个新空白记录 它就自动帮我跳到最下面 方便让我们去输入 假如说今天我们有一个新的客户叫做 天天资讯 它叫做Y001 然后这个客户叫做天天资讯 好了 这样我是不是就完成了一个新的客户的输入 当我们现在直接关掉的时候呢 它不会产生任何错误 接下来我们再把产品资料输入进去 一样点这个新增新的产品记录 所以点新产品记录 假设呢 我今天我们有一个产品叫做键盘 键盘 好 那假设我们是KB01 接下来产品名称 我们就输入键盘 好 那104盒 就是104件的一个键盘 接下来呢 单价 假设我们今天设 250元 好 都输入好了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直接也把它关掉 这都不会产生问题了 因为我们输入的先后顺序 是明确的 那接下来呢 这边是不是有一个出货统计 我是不是就可以去把 资料新增进去 好 新增什么呢 假如说 点选新增 然后今天日期是9月9号 Enter 当然这边输入的9月9号就是2016年9月9号了 如果你要输入2015年9月9号 那你一定要手动把2015输入进去 好 接下来呢 我们的客户代号 例如说 Y001 这刚刚我建立的一个客户 然后他跟我们购买 K B 01 然后 假设购买10台 这样子的话 我们是不是就可以完成资料的输入 这就是 资料输入的方式 记得 当你在资料库里面 你要去做资料的新增 你必须要用 现在教你的这个方式 而且输入的顺序是固定的哦 不可以先输入产品出货的统计 然后再分别输入客户跟产品 所以这点要请各位稍微注意 相信 对 谢谢大家